盘点萌娃奇怪的泪点 赚头啊 爸爸问你 钱应该怎么花 买需要的东西 赚钱不易 勤俭节约 钱是怎么来的 爸爸上班辛苦赚的 如果你手里有钱怎么办 储存起来 不大手大手的花 咱家的钱是用来干嘛的 家人的意识住行 和我的学费 爸妈的钱是你的钱吗 不是 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得 如果别的小朋友有的东西 你没有怎么办 不要判笔 别人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我 很困 流法 下巴盾 睡不醒的灯三月 一年四季皆可睡 正在起床中 紧身后 起床失败 成体中 孩子不在家的第一天 第二天 孩子不在家 感觉好冷清哦 这就像孩子了 第三天 太无聊了 把孩子叫回来吧 回来后 爸爸 睡觉 爹地 睡觉 宝贝 妈妈 吃饭 妈妈 吃饭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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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春天吗 对啊 那为什么还有人穿圆服 虽然现在是春天 但是天气呢 还不是那么的暖和 哦 那穿裤衩 又怎么解释 呃 这是一个 我看你像傻 你看我像傻 的季节 孩子打碎花瓶怎么办 爸爸 我不是故意的 唉 你没受伤吧 没有 能告诉爸爸怎么了吗 不想给花加水 不小心碰到了 哦 这是妈妈最爱的花瓶 嗯 但这确实只是一个小意外 没事没事 我们不用太担心 不过 得把这里打扫干净 不然踩在上面 会让我们受伤 你先站在凳子上 别动好吗 好的 我来打扫这些碎片 爸爸 真的对不起 没关系的宝贝 这只是个意外 嗯 我们应该怎么跟妈妈解释呢 我跟你一样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我们应该买个新的 好主意啊 但是可能买不到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在外婆加拿的 年代可能有点久远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些类似的 那我们走吧 我希望妈妈不要对我们发飘 我们 是你打碎的 爸爸在帮你 谢谢爸爸 这个话挺像妈妈的 嗯 确实挺像的 就它了吧 好 我还有一个好主意 我们应该给妈妈买个礼物 作为补偿 嗯 我们要不要告诉妈妈 事情的经过呢 要的 好 那我们告诉她 无论怎样 这只是个意外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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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